这个儿童学习类的动画YouTube channel 每月可以赚取62,000美元的被动收入 而他们制作的动画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二维动画 但是他们的播放量都非常的高 他们的一些热门视频已经获得了超过3000万次的观看 如果我们在Social Play上查他们的视频道 他们拥有超过90万的订阅者 他们的预计年收入高达74万美元 他们上个月涨了差不多7万人的粉丝订阅量 上个月的播放总量的话达到了2900万次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Alina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向你们展示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来创建儿童学习动画频道 我会将视频分为5个部分 因此请务必观看到最后 本期的视频时差比较多 请大家认真观看 不要跳过一些比较关键的步骤 当然你也可以一边看一边暂停视频 然后跟着Alina一步一步的实操来制作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哦 方便保存这个视频 下次你在实操的时候就不怕找不到教程了 这个视频可以非常简单的开启我们自己的儿童学习类的2D动画YouTube频道 并开始赚取属于我们自己的被动收入 那么请你看到最后哦 实操都在后面哦 事不宜迟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视频脚本 我们将使用XGPT来生成脚本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XGPT XGPT是OpenAI开发的一个语言模型 我用的是XGPT3.5这个免费版本 XGPT还有4这个版本 需要收取20美元每月 它会比XGPT3.5响应速度更快 会有独家的访问浏览插件代码解释器等功能 现在让我们试一下吧 首先呢我们打开浏览器搜索XGPT 点开XGPT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上面提醒你如果你已经有账号 你就登录自己的账号就可以 如果你是一个新用户 它会让你create your account 注册好Gmail的邮箱就可以用邮箱来登录XGPT 好了我这边已经登录了 你们可以看到今天我的XGPT界面有些不同 那是因为我安装了这个叫 AIPRM4XGPT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的功能非常强大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AIPRM4XGPT这个插件 这是一个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扩展程序 目前只能在Google Chrome浏览器里面 进行一个安装使用 在AIPRM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在XGPT中一键使用各种专门为网站 SEO 营销 艺术 编程等领域设计的提示模板 只需要输入简单的习诗词 点击一下就可以生成非常专业的文案 你可以在Google里面直接搜索 AIPRM4XGPT就可以找到它了 现在我们在Google上面搜索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这个插件 点击它再点击Install now for free 免费安装 再点击Add to Chrome 添加到浏览器 AIPRM4XGPT这个插件 然后需要登录 你可以用你的邮箱登录 也可以重新注册一个账号 我这边就用我的Google邮箱登录了 这样我们就成功的把AIPRM4XGPT 这个插件添加到我们的浏览器中了 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XGPT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内置提示词 它一共有4286个提示词 你可以在上面选择它的一个种类 比如Marketing市场 Popyright 改写 俱从 或者是Software Engineering 编程 写代码等等 有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学习需要 选择合适的提示词进行使用 它可以帮助你节省非常多的工作学习时间 如果大家对AIPRM4XGPT 这个软件不熟悉 或者非常感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如果感兴趣的人多 我就给大家整理一些详细的介绍 如何使用它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安装完AIPRM后 找到The YouTube Script Generator 这是一个YouTube脚本生成器 现在我们输入Writer Child Learning Video Script 编写儿童学习类的视频脚本的提示词 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语言 口气以及写作方式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语言可供选择 有中文 英文 那我们就先生成一段英文的脚本试一试 我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XGPT 看一下效果 我教他帮我写一个 关于儿童学习类的视频脚本 这个脚本是关于森林里面的一些动物的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对这类的视频比较感兴趣 很快的你就可以看到 他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如果你想要中文版本的 同样的话 你可以叫他帮你生成中文的 你就在这里选择中文发送给他 效果是一样的 很快他就会帮我们生成一个引人入胜的 YouTube中文的儿童学习类的视频脚本 内容的说明 其中包含有关视觉效果和内容的说明 比如主持人充满活力的向摄像机介绍 场景是一个神秘的森林等 这些他都已经帮我们想好了 其实大家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英文类的 现在有很多的翻译软件以及AI的帮助 即使你的英文不是很好 也没有太大关系 现在脚本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需要把它Ctrl-C复制下来 指复制文本的主体部分 比如主持人说话的这部分 这样方便我们之后直接用这部分来生成语音 将其Ctrl-V粘贴到文档中 我用的是Google Document 这样我们就完成我们使用AI生成音频的第一步啦 然后复制整个脚本 并将其粘贴到同一个文档文件中 方便我们之后的动画制作的场景参考 在第二步中 我们需要把脚本转化成一个语音 我将使用名为Credo AI的文本转语音的软件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Credo AI 你可以用你的电子邮箱和密码创建一个账户 就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试用啦 动物后 单击AI文本配音 并选择你的首选语言和语音模型 然后返回文档文件 复制脚本的第一段 并粘贴到Credo AI文本框中 单击试听 如果你对语音满意就可以点击确认 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更改语音模型 以及语音速度和音调 并再次试听 直到你满意为止 现在再次单击创建新版本 返回Document的文件 并复制第二段 粘贴到Credo AI文本框中 单击确认 重复此执行操作 直到完成转换脚本里面的所有段落 转换这个脚本后 按声序下载所有的音频文件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语音生成步骤啦 那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声音有了以后 现在我们需要把它配上一个卡通的画面 在下一步中 我将使用Adobe Express来生成AI动画角色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视频的描述里面 直接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登录 这是一个免费的AI动画工具 在Adobe Express中 它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尺寸可供你选择 比如说像Tiktok或是Instagram等等 我选择YouTube的一个尺寸 接下来我们为我们的视频选一个有趣的角色 因为我们的目标受众是儿童 有趣的角色可以让他们保持参与度 因为这个背景 我可以等一下剪辑的时候进行抠图 所以建议大家选择一个纯色的背景 单击背景和选择自定义颜色 然后再上传第一个音频 Adobe Express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用我们的音频生成动画角色 生成过程完成后 单击下载以保存视频 这样我们就已经生成好我们的第一个动画角色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单击返回编辑 然后替换音频 选择角色 根据需要更换背景 并上传第二个音频进行编辑 对所有音频剪辑重复此过程 这样我们就完成我们的第三步啦 Adobe Express这个软件的功能其实非常的强大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软件 比如Adobe Character Animator 你可以直接把它这个软件下载到你的电脑里 它可以根据人的动作 然后生成动画 也可以定制你的动画角色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感兴趣的人多 我会给大家整理以及专门介绍Adobe Character Animator的 动画背景生成是我们的第四步 我们将使用Canva为我们的视频创建动画背景片段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Canva 需要用电子邮箱创建一个账户 创建好账户后选择YouTube视频 单击Elements素材并搜索ForestBackground森林背景 在这里我们注意 因为Canva是一个外国的软件 所以建议大家搜索关键词时使用英文 这样它会出来比较多的素材 选择合适的背景素材并进行调整 我们也可以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Replace background背景替换 它会自动把我们选择的素材调整到合适的背景大小 现在返回元素搜索AnimatedTrees动画树图层中 选择它并将它放置在背景图像中 因为我们正在制作有关动物的动画 所以我们在背景里面添加一些动物和鸟类的动画素材 使视频更加生动吸引人 一旦一切看起来都很漂亮 就把视频背景下载下来 现在返回Google Document 并找到我们早本中提到的第一个动物鳄鱼 返回到Canva搜索鳄鱼 在Elements元素部分选择合适的图片 并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神奇的功能 点击鳄鱼图片 然后选择创建动画 将鳄鱼拖到所需要的位置里面 你会看到鳄鱼会在背景中移动 进行这些调整后下载视频 从视频中删除鳄鱼 并添加脚本中提到的第二个动物青蛙 对脚本中提到的所有动物重复此过程 并下载视频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第四步 在第五步中 我们将编辑AI动画视频 并使用CupCup作为视频编辑软件 对视频进行最后的润色 你可以使用你选择的任何视频编辑软件 将所有动画视频和背景导入软件中 将第一个背景视频插入视频图层1 将第一个动画视频插入视频图层2 在编辑软件中调整动画角色的位置 根据第二个动画背景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动物 你可以使用相同的背景图层插入到第二个动画角色中 使用色度抠图并调整角色的位置 调整背景图层的长度以匹配动画的持续时间 对剩余的动画视频重复此过程 编辑完成后 单击导出按钮导出最终产品 恭喜我们的动画视频现在已经完成了 让我们播放视频来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的最终成品动画视频 我相信只需要一点的研究和读 它会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视频 你可以使用此方法创建精彩的儿童学习 创建视频后 将其上传到你的YouTube频道 并产生被动收入 我总是建议花时间编辑和选择主题 因为这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我想听听大家的创造儿童学习类视频的经验 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结果 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写赞 关注哦 如果你觉得它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或许更多相关的经济教程 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呀 现在让我们认识 一些 animal superstars who are famous for their unique features Here is the giraffe with its long neck reaching high up in the trees the cheetah the fastest land animal on earth and the chameleon which can change its colors to blend into its surroundings 比较均 未经济 比较均 在claqu Since